谢谢 少主啊 我听说这四少主 对公里的人都可好了 买了不少东西 要不咱们也适当地表示表示 这就是四哥的行事风格 咱们还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算 那是 那些事是应该做好 不过有的时候啊 都是自己做的 一会儿你可以挑一些再回府 给九少主 那他见了呀 一定会很高兴 想不到 府里还有这么大一块地儿可以种菜 而且你很会选菜 新川冬暖夏凉 正适合种这些 眼下的季节再种些枸杞 那就更好了 有道理 我明日就去买些枸杞种菜 这新川没多少人懂种菜 还是计算好 你回来了 这位是 这位是我们酒楼新寝的大厨 叫肖阳 你说巧不巧 他也是巨川人 见过六少主 现在厨做菜特别好吃 特别是巨川菜 是我在新川吃过最正宗的 这难得遇见同乡 挺好 我听说你们要种枸杞 但这不是有吗 对 就是 那是小米辣 这个没有长好的小米辣 确实是跟狗窮蟹相似 认不出来也没什么关系的 你又不跟肖阳一样 成天与菜打交道 不怪你 对 少蓉 他 告辞 是 有公务 照顺自己位置 那是个辣椒 辣椒 想不到这个六少主 还挺有意思 长得像狗窮 可爱 咱们再看看 我还想问你几个问题 这个菜从前几日起 就开始蔫了 是怎么回事 有浇多了吗 是有点多 水浇的是有点多 哎 不 那个 不 那个白菜长得不错 这白菜啊 前几日 还被百夫给咬了不少 这老四在护正寺 单独请了不少人吃饭 我查过了 倒也没什么出格的事 就是犒劳一下大家 但我一直担心 他会不会有别的心思 若是真心做事 但是这俩禁关系也属正常 禁关其变嘛 他还推荐了不少顷客 去各司衙门 除了你九川事务司 有言不尽 现在巢里 很多都是他的人 这二少主原来把他放在治理厕 也是为了让他拉拢完人 不过他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好 但只要是专心做事 谁得人不妨 行 你获得 我还听你的查了他的账 他虽然到处打点 却不曾挪有公账 他的夫人对他也很好 还用自己的家装补贴 看向阳 尝一下怎么样 还真是不错 很得我心意 您满意就好 那您多吃点 好好好 真不错 这二位添点茶吧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你吹什么呢 茶都没有了 我早想跟你说 今天点儿不太对劲啊 这有效法咱们不去 那要站这儿说话吗 我不是 我不是 几位客官还满意吗 这些菜做得好好吃啊 都是你做的吗 正是在下 几位客官满意就好 不仅厨艺呢 性格是这么好的 你成亲了吗 还没有 几位满意吗 看他呢吗 别说这小子 生了副好皮囊啊 请招这些女客喜欢 果然能受惠的 不愧只要懒得都是女客呀 这就是上午的厅堂 下午厨房吧 嗯 怎么了 我感觉六少主吃味了